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記得看一看目前的位置在台東 這個是看到的畫面 就是我們台東2022年的國際熱氣球的畫面 我們看著這個記者的這個畫面 目前的這個畫面 就是這個熱氣球在這個衝起來的這個畫面 那這個地點是在台東的陸野高台 來我們台中台東現任的現場勞慶琳 然後現場也要英語細碼的觀眾朋友 來到了現場來看這樣子壯觀的畫面 今年我們台東這個熱氣球的這個時間 是從7月2號到8月15號 總共持續了45天 畫面上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熱氣球 有來自巴西的這個烏婆球 大家有看到這個烏婆球 就是現在畫面上呢 綠色的這個是巴西的烏婆球 哇有看到了 那巴西呢除了烏婆球之外呢 還可以看到F1的賽車球 另外的話呢我們呢在中間後面呢 這個是我們台東呢本地也是大會的這個彩虹的這個熱氣球 然後呢加拿大呢今年呢所展示的呢有這個老虎球 那日本呢它有呢養樂多球 還有呢我們呢這個美國的小丑球等等 這個我們呢在呢這個台東呢的這個熱氣球呢 每天呢早上一場那班晚一場 這個早上這一場呢是從呢上午5點半到早上7點鐘 那我們下午的時間呢是下午5點鐘到晚上7點半 來我們看現場呢可以說是非常的這個熱鬧 來看現場這個畫面 再來呢這一個我們路野高台呢 這個視線可以說非常的好 然後現場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今天呢是禮拜一的時間 現場就已經是人山人海了 可以說呢為台東呢每年呢帶來了非常豐富的觀光之源 哇而且在現場呢我們看一下 高空上呢也有我們的滑翔翼 滑翔翼現場呢觀眾朋友呢也可以排隊呢 來做這個熱氣球 要請大家告訴7月2號到8月15號 這45天的時間一定要光臨呢我們台北高台 現在呢畫面上呢看到黑色的這一隻呢 是我們的台灣的熊站 台灣的熊站 大家也看到 可以說呢非常非常的熱鬧 而且的話在現場看這個畫面呢 是非常的壯觀 因為其實它是非常的巨大 來我們看熊站呢那個手呢你看一下 還還在搖動著啦喔 那我們來呢訪問呢現場的這個觀眾朋友 他們的一個想法是怎麼樣呢 來我們來訪問現場的觀眾朋友 哇您好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您呢來自哪裡 台中 喔來自台中喔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知道我們呢 台東的這個國際熱氣球節呢 網路上都有看到了 網路上你就知道了 那第幾次來到呢 從台東看這個國際熱氣球節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喔 喔哇 那為什麼會想來看呢 他們就覺得很熱鬧啊 小朋友就喜歡啊 熱鬧就想說 小朋友放假的時候 可以順便來就站下去 是 看山看 哇 那我們現場呢 因為每一天的熱氣球展示的可能有不同的造型 喔 那在今天呢現場 F1吧 蠻特別的 用車子的造型 喔F1是不是 哪一個顏色的 這一個 喔 紅色那個嗎 對對對 哇那個是覺得特別的是不是 對 用車子的造型比較特別 是是 很少看到這樣 很少看到喔 好謝謝你喔 那您貴姓 好陳先生 謝謝你的時間 謝謝你 哇 我們看一下呢 哇現場呢 這個紅色的呢 就是F1 喔 再給我們英語群馬的觀眾朋友 看一下呢 這樣子特殊的造型喔 也是今年呢 2022年呢 我們呢 台東的這個國際熱氣球 嘉年華會很特殊的造型 喔 你看 哇 今天呢 這個展示的這個熱氣球呢 慢慢的呢 升起了 哇 平時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 可能都已經是升空了喔 那我們今天的英語新聞報呢 就是比較特別喔 讓大家看一下呢 他要升起之前的一個畫面喔 謝謝 然後你們看一下 下面呢 有點火喔 可以讓熱氣球呢 懶懶的升起 喔 我們再一次 謝謝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喔 英語新聞報 這兒看一見呢 在台東呢 都也夠